一直都有安买智能锁的想法 因为自己平时工作的原因 所以不经常回老家 家里只有两个老人 出于方便加上安全的考虑 所以就想着给家里换个门锁 最近看了几个门锁之后 选择在油品上下单位一把举付的智能锁 因为怕两个老人不会用 就想趁出差的机会回趟家 安装上智能锁 顺便教他们怎么使用 所以安装时间也是提前很久预约的 京东的快递速度还是挺满意的 在我到家之前 老爸就给我打电话说 买的智能锁到家了 一直问我什么时候 到家寄他们换锁 听说不用钥匙开门 他们对智能锁还挺感兴趣的 没想到的是 等我回家后 把锁拆开才发现 那个转盘拧不动 给客服打电话 客服说 可能是里面有交互助了 用力科试试会不会好时 你确定我不会把锁弄坏吗 而且这肯定是出厂的时候就不合格 接下来装门锁的过程也有点让人头大 本来约定的时间是周六下午这个时间段 安装师傅说 下午两点半就可以到我家 但是我一直等到下午四点钟 师傅都没有给我打电话 后来我等不急了 给他打了四五个电话 都没有人接 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最后安装师傅四点半到的 说路上有事情耽误了 我说师傅您这理由还能再敷衍点吗 安装的时候也挺费事的 不停的切门找角度 之后尝试转盘密码也特别麻烦 感觉字太小了 稍微不注意拧过 头一点就要重来 试了好几次都没成功 师傅走之后 我自己又试了几次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突然密码和指纹开锁 只有提示音 但是开不开门 检查了一下电视 一切显示都正常 就是死活打不开 最后用手机APP进了门 得了 干净和客服反应情况了 这智能锁不智能 用着有啥意思 结果到了晚上 发现手机APP也不好使了 只能用那个转盘来开锁 而且还很费劲 表示很无奈 迫不得及的我又找了客服 催着他们让师傅再上门检查 客服和我解释整个地区 只有一个安装师傅 要预约的等师傅的时间 实在没有别的办法 我请了两天假等师傅上门检查 最后给换了个索心才恢复正常 本来买智能锁的目的是为了方便 现在看来完全是适得其反